歡迎收看 你看其實真的有可能弄到 你看我手剛剛也弄到 我在廟投票以前 我就拿樣張給我們黨團 我說如果你們手弄到印尼怎麼做 怎麼做 絕對不要插到我選票上面就可以了 往身上一插事情解決 那筆子很容易就沾到 也不是 因為我蓋那個時候 像你看我手上也有 我剛剛蓋的時候 我發現你在蓋的時候 手就會沾到那個印尼 蠻容易的說真的 然後就很擔心 所以我就不敢用這個紙頭 有沒有 這裡紅色 我就不敢用這個紙頭拿選票 我就這樣拿 真的有可能會弄到 是真的 所以不會覺得它是低級錯誤 因為黃國上這台節目上面 有講那麼難聽 就是講說犯這種錯誤 還可以當立委 就直接開出檔子 他之前很上節目 可是現在民眾黨的態度 就是會覺得說 好像也是無心之過 就突然又好像沒有上 有時候 蠻有私提嘛 我想 我相信他也不是故意的 我相信他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那個就是印尼 表示立法院那個印尼的水蠻多的 可能大家準備衛生紙或獅子巾 如果真的這麼重大 記得身上插一插也沒關係 要注意 可能讓大家知道 要投票的時候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麼重大的投票 其實平常投票也要小心 對 有人跟副坤旗委員很仔細在監票 他剛剛有沒有看到就是 那個陳昭智那邊也有割掉 其實我就有看到 你有看到嗎 對 我相信是無心之過 我相信 我有看到 因為投進去的應該會是非票 所以還沒開票前 我事實上就看到 對 我有看到 只是我不好意思講 因為也不是我們黨團的事 對 後來他們是自己承認嘛 對不對 對 他自己講的 對 我覺得他真的是不小心 李克林國成他有說 就是國民黨那邊的監票 跟他們都認定說 那是 就不算是廢票 但他覺得民進黨的堅持 國民黨那邊的立場 你們是覺得 所以在野陣營很多議題 立場都是一致的 這是團結的開始 在野監督聯盟的開始 好事 真面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請你們去那邊 圍在民眾黨前面 哈哈 我去那邊